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型曲面积分 首先呢,我们也是先回顾一下它的具体表达形式 以及它的名称 那么这个呢,都是在黎曼积分介绍的时候我们给的一个分类 如果我们说S呢,是空间上,你注意也是一个有限的这样一个曲面 那么背极函数F呢,是要求它是一个连续函数 那么,这样一个积分呢,我们把它称为F在S上的第一型曲面积分 因为它是一个面,面的积分,所以呢,我们这是两个积分号 你注意它和二重积分的区别呢 就是二重积分是平面上的一个区域 而这个呢,是一个空间的有限曲面 好,它的那个物理意义呢,也是和其他的黎曼积分一样 表示质量 那么它表示的就是以F为面密度的曲面S质量的代数核 我们计算这个一型曲面积分呢 实际上也就是用这个它的物理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计算 首先呢,我们先设这个S呢 为了简单,设它是一个单值的连续可微曲面 我们把它计成Z等于GXY 这里XY呢,属于这个D 好了,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投影 投影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GD了 投影到哪呢?就投影到这个XOY平面上 然后呢,我们不妨设这个F呢,是大约0的 而且呢,要求它连续 好,我们现在画一个图 来看一下 我们画的是这个Z等于GXY这样一个曲面 好了,我们要计算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用的是它的物理意义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计算一下它的质量 计算质量的话 那我们也是先取一个微元 DS 这里呢,是大写的S 好,现在呢 我们是要想把它转化成 我们能够计算的 我们能够计算的呢 两个积分号的呢 就是二重积分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把它 转化成二重积分来计算 那么转化成二重积分 那么对于这个微元呢 那我们实际上就想给它投影到 这个XOY平面上 好,那么我们先往下引垂线 那么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小的巨型 那么这个小的巨型 它的面积就是DX,DY了 好,那么这个DX,DY和这个DX的关系呢 我们看,如果令这个夹角是γ的话 那么DX乘以这个cosγ就是DX乘以DY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关系式 DX就是DX乘以DY比上cosγ的绝对值 因为这个γ如果是大于这个90度的话 那么它就变成负的了 好,我们现在给它取一个绝对值 好了 那么现在关键的任务就是这个cosγ等于多少 怎么去计算这个cosγ 我们现在注意 我们在这个V圆这样一个曲面上呢 我们取一个点 做一下这个曲面的发向量 我们把这个发向量计成N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和OZ轴的一个夹角 你注意 因为这个反向量 它是垂直于这个斜边 那么OZ轴是垂直于这条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夹角和这个夹角是相当的 都是γ 而这个我们注意到 这个γ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向量N 也就是这个发向量 它和OZ轴的一个夹角 那好 那我们这个发向量N 我们是可以表示出来的 由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知识 你给定这个曲面以后 它任意一点的这个发向量呢 我们都可以计算出来 那么就是把整个设成一个大F 然后分别对XYZ就编导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Z呢 移向移到右边 那么求偏导 那么对X求偏导就GX一匹 对Y求偏导就GY一匹 对Z求偏导就是-1了 所以这个发向量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而这个cosγ 我们看 刚好就是这个发向量 它的方向余弦 因为cosγ它就是N和这个OZ轴的一个夹角 那好 既然它是这个向量的方向余弦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cosγ 它的绝对值呢 就等于正常来说 不加绝对值的话 应该是-1比上 刚好下GX一匹方 加GY一匹方加1 加绝对值呢 那个负的这边是正 这样的话 我们cosγ的绝对值就求回来了 把它带入到这里边 好了 那么DS和DXDY 之间的关系就有了 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一个面积维员 和底下 这个XOY平面上的一个面积维员 关系就有了 现在我们要计算的是质量 那好 微圆的质量 DM呢 就等于这个面密度 乘以这个面密度 那么整个的质量呢 那么就是积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它和二统积分的一个关系式 那么这个质量 那么好 就等于现在我给它投影到这个XOY平面 面上 好 DS呢 就可以表辞成 高中下GX一比方GY一比方加1 乘以DXDY 然后呢 你把这个Z 表辞成关于XY的函数 就把这个第一型 曲面积分 转化成了一个 二重积分 就等于这一会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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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